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极为重要的古代帝王陵墓,至今仍然充满着许多神秘和谜团。 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就是,秦始皇陵究竟灌溉了多少水银? 近日,一位专家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,他表示只需要观察陵墓周围的石榴树,就能够窥见一些关于水银的线索。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秦陵脚下,作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代表之一,其规模宏大,构造复杂,历经千年而仍然保存完好。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并延续永久的君主形象。 他在陵墓的建设中倾注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,关于秦始皇陵灌溉了多少水银这一问题,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。 有人认为水银的使用可能是为了表达皇帝的威严和权利,以及追求不朽的意向。 然而,也有专家指出,在现代科技发达的背景下,灌溉整个陵墓所需的水银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。 那么,到底应该如何解读那位专家提到的石榴树呢? 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。 公元前210年,秦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驾崩,这个消息如同一声惊雷,震撼了整个国家。 然而,宰相李斯却下令封锁了这个消息,整个皇宫依旧装作风平浪静的样子,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 事实上,李斯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一个惊天秘密,秦始皇陵的修建工程正在悄悄进行。 在离山北路,无数工匠们正日夜挥汗如雨,他们挖掘,搬运,雕刻,每一滴汗水都凝聚着对帝王的忠诚与敬畏。 这座陵墓的规模宏大的令人咄舌,墓道如同一条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,延伸至视线所不能及的深处,墓室之中,星辰闪烁,山川起伏。 仿佛将整个帝国的疆域都微缩于这狭小的空间之中,而在这宏伟的地下宫殿中心,秦始皇的官国静静地安放着,周围环绕着一条条水银的河流,他们在墓室中蜿蜒流淌,映照出幽幽的荧光。 这些水银,不仅仅是仿佛的药剂,更是秦始皇对死亡的最后抗争,他相信,这些水银能够抵御盗墓贼的侵扰,保护他的遗体,不受尘世的污染。 秦始皇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,他一生追求统一天下,建立了强大的秦帝国,但在面对死亡时,他却显得格外恐惧和无助。 他害怕自己的遗体被玷污,害怕自己的工业被遗忘,因此不惜动用大量的资源,在陵墓中布置了这些水银河流,这些水银不仅是为了防腐,更是秦始皇对死亡的一种挑战和反抗。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能够永远保护自己的身体,让自己的名声和工业永远流传下去,然而,他并不知道,这些水银最终会给周围的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和破坏,在遥远的巴蜀之地。 有一位女子的名字与秦始皇陵紧紧相连,她就是巴青,巴青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。 童年并不富裕,但她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。 少女时期,巴青嫁给了一位采矿世家的公子,从此,她的命运与矿山紧密相连,然而好景不长,丈夫因病早逝,留下她孤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。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,寡妇的命运通常只有一种,那就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,但巴青,她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,她没有选择顺从命运的安排,而是接过了丈夫留下的家业,成为了一名女矿主。 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,巴青逐渐将矿山经营得有声有色。 她的矿山产出的水银,不仅供应了皇室的需求,更成为了秦始皇陵修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。 巴青的成功,不仅仅在于她的财富和地位,更在于她打破了性别的桎梏,成为了当时女性自主创业的典范。 通过巴青的经历,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,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,女性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,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和勇气。 但正是这种艰难的历程,让巴青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性英雄,在秦始皇陵的周围,生长着一片十六树林。 这些树木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,仿佛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历史的沉重。 春天,它们开出火红的花朵,热烈而奔放,吸引着无数蜜蜂和蝴蝶。 秋天,累累的十六果实挂满枝头,圆润饱满,宛如一颗颗璀璨的宝石。 然而,这些看似诱人的果实,却隐藏着致命的秘密,村民们曾经尝试采摘这些石榴。 但不久后便发现,这些果实中含有剧毒,食用后,人们出现了各种病症。 甚至有人因此丧命,消息传开后,这片石榴树林成了人们口中的死亡之林。 无人敢于接近,科学家们对这片石榴树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,最终发现,这些树木之所以含有剧毒,是因为它们的根系吸收了土壤中高浓度的拱。 这些拱,正是源自秦始皇陵墓中的水银江河,随着时间的推移,水银逐渐渗透到周围的土壤和地下水中,影响了周围的生态环境。 石榴树成为了这场无声污染的见证者,它们的异常生长和果实的毒性,无声地警示着世人,即使是帝王的灵墓,也无法完全控制其内部物质的流向和影响,它们本应该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景观,吸引着游人的目光,但事实上,它们却成为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死亡之林,这种反差,不仅让人感到震惊,也让人不禁思考,这些树木为什么会变成如此危险的存在?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们的异变?科学家的研究结果,揭示了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秦始皇陵中的水银,这位帝王为了保护自己的遗体,在灵墓中布置了大量的水银,却没有想到,这些水银最终会渗透到周围的环境中,造成如此严重的污染,石榴树的变异,成为了这场环境灾难的一个缩影。 它们无声地警示着世人,即使是帝王的陵墓,也无法完全控制其内部物质的流向和影响。 水银作为一种强大的防腐剂,在古代科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它不仅保护了秦始皇的遗体,也使得陵墓中的珍宝得以保存下来,成为了后世研究古代文明的重要证据。 但是,这种强大的力量也带来了无法预料的后果。 水银的毒性不仅威胁到了当时的工匠,也在漫长的岁月中,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,这种环境污染,最终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健康。 这种情况,则是一个悲剧性的教训,科技的发展,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 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科技,在追求进步的同时,也要时刻关注环境保护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,避免重蹈覆辙,秦始皇陵的水银之谜,不仅揭示了古代帝王对死亡的态度和对权力的追求,也反映了古代科技在带来进步的同时,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。 这一发现,对于我们今天来说,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,秦始皇陵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。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,秦始皇陵的建设历时近40年,动用了大量劳力和资源,为了确保陵墓的安全和永久性,秦始皇还采取了各种防御措施,如修建密道,设置陷阱等,这些工程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,充分展示了秦始皇的统治野心和强大的国家实力。 除了建筑结构,秦始皇陵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价值,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文物和器物,如陶永、铜器、玉器等,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文化的了解,也展现了秦代的工艺水平和审美追求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兵马俑,这些栩栩如生的陶制战士和马匹,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惊叹,兵马俑的发现,不仅开启了秦始皇陵的神秘面纱,也对世界考古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秦始皇陵的价值不仅仅是历史和艺术上的,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中国5000年文明的精华和传承,作为中国的亮丽名片之一。 秦始皇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受到全球研究者和游客的瞩目,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,感受这座陵墓的宏伟和神秘,感受中国古代帝王的威严和力量。 虽然对于秦始皇陵是否灌溉了水银的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赞赏。 秦始皇陵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遗址,其独特性和价值深远影响着世人,我们相信, 在不久的将来,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考古研究的深入,将会揭开秦始皇陵更多的秘密,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座古代陵墓的壮丽和神秘。 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智慧,在追求科技发展的同时,也要时刻警惕环境保护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秦始皇陵的水银江河既是对古代智慧的赞歌,也是对未来的警示,它告诉我们,任何科技的力量都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使用,否则,它可能会成为一把双刃剑,既保护了我们,也伤害了我们。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,在追求进步的同时,也要时刻警醒,谨慎使用科技,维护我们脆弱的生态环境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感谢观看